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新乐园参加今天这场 这个archive与博物馆的多重要貌这场讲座 那这场讲座是我们Wikidar台湾跟新乐园艺术空间 也就是这里一起合办的一个系列的讲座 那新乐园艺术空间的总监在那里 来跟大家挥挥手 他也是我们的主办方一之一 那我是Wikidar这边的这个主持人 那我们也是今天这个活动的主持人 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两位博物馆的研究者 同时两位都是博物馆的实务的工作者 一位陈雨仙 他曾经在香港的Mplus博物馆工作过一段时间 然后另外一位是今天的另外一位讲者 朱小琪 那他是在北市美术馆也有实务工作的一段时间 那非常特别我们今天这样讲座有两位都是有博物馆背景 然后也有博物馆实务经验的人 然后来跟我一起聊聊就是阿凯在博物馆的这个多重样貌 那今天的活动我们也是蛮free的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啊什么的 要让大家随时问吗 还是要最后同问 同问 同问 那我们最后会有一个同问的时间 所以如果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可以先记下来 那我们在最后的时候同意做一个QA 那我们就欢迎今天两位讲者 大家好 就等下就是我跟雨昕我们两个会做我们之前过去在不同管设的经验 针对archive的部分跟大家分享 那等下会由我先开始 然后接下来是雨昕 然后最后一部分我会再分享 因为我这几年一直在中东 所以我会分享中东那边再进行archive的花族研究 然后我先跟大家有一个简单brief的介绍 就是有几个点在简单上面你们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等下会大概描述一下 What is archives 就是什么是archive 然后这些archive它从哪里来 那有什么样的历史啊 记忆或是知识 它是一直在被这些archive被承载的 那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 谁或是哪个地方有拥有这些archive 像library、archives 就是导案转或是博物馆 就是我们统称的LAMS 那现在还有另外一个简称是GLAMS 加了一个gallery的部分 那还有接下来就是雨昕 他会针对就是 Two Directions of Approaching Archive部分 让大家去就是给大家的share 就是有关就是思考就是在修护的这个步骤上 archive它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然后接下来我也会分享之前北新美区馆有一个CAS的案例 就是有关我们在新版伊朗 就是跟新北市文化局 就我之前在那个工作过程 我现在已经离职了 那我只是就我当时的经验进行分享 那就是我们当时有执行的一个计划 是有关一个修护的开放工作室的CAS 在新版伊朗 就是在透过修护这个过程 怎么样去思考archive 那最后一个部分 我会跟大家分享就是谁去决定那些选择 就是选择archive的人是谁 那它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好那我们先大概剪到一个brief 就是archive它其实有几个定义 我现在就物件的本身去分析 就是分享archive的一个definition 那它可能是因为个人就是在你的日常生活中 就是因为个人啊或是一些机构他可能想要去储存或是创造一些资讯 那是可能是作为个人或是一些商业活动使用 那这家archive的就是执行或操作者 他可以去identify 或是去维护这个document 就是在你的每个archive存在中的一些价值 那甚至他可能去记录 然后去重新去press 重新repress它 这是一个就是archive定义 那这个定义它是来自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 那接下来就是我在大概在用中的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archive它其实是一种记录个人或组织生活 建立的一种历史记录的一种集合 那主要它这个archive其实是会以第一所资料 就是primary resource 为主 它不会是secondary resource 那另外一种的archive 其实我另外提出来就是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们今天要谈博物馆嘛 其实博物馆它我们在讲典潮这件事情是用collection这个字 那其实collection它其实有涵盖archive的这个意涵在 因为archive它本身就承载了一些记忆或是历史或是一些讯息 那其实collection它其实也是那只是它被我们特别 就是有点像是它我们特别或是特定去收藏这些稀有的物质 比如说包含书籍或是手稿或是论文 衣物或是一些作品 那这些东西可能它对物质文化或是历史 文学等等它是有特别的一些价值 那通常这些收藏品collection它可能可能就是比较脆弱或是稀有的 所以它并不会是一种广泛有同一个一种爱 那我现在要跟下面这两张图其实是因为我这几年在英国 然后我有参与就是Ted Barton跟Ted Barton的一些计划 那其实像Ted Barton它上面有一个Ted Barton 它其实下面就一个专门储存所有archive的一个网色 那它就是位在一个图的右下角的Ted Barton 两个人如果你们回去可以回去搜寻 它其实有针对所有的archive它进行的就是比如说编码 或是上线的一些你可以搜寻 或是它现场其实有些library也可以去查 甚至你还可以进去调阅来观看 那甚至它最近已经开始就是针对这些archive去做一些展示 它透过这些展示去跟大家怎么讲更多的分享就是archive它背后 不只是只有单面的意义 它可能更广泛的一些内容存在这样 然后这是我其中挑出来一个 它其实有针对Rodney她的那个sketchbook做展示 你们可以回去再去搜寻 那我简单让大家看一下就是它之前 比如像这Rodney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运动者 在英国的密集上 她其实在这个馆床里面她收藏非常多有关他的sketchbook 然后我可以简单让大家看一下她的样子是什么样 比如说像是这都是她的很像diary的东西 就我现场也讲就是archive她可能是这种diary 那它其实就是典藏了非常多就是有关她的一些生品的使用 或者一些书写的东西 其实线上的製造库都还蛮完整的 就是可以回去慢慢的去细细的探索 其实还蛮有趣的 然后那我要接下来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到底谁去收藏这些archives 那archives有另外一个意思是我们叫做档案馆 就是第一个我们奉承文入创立中文 archives其实也是档案馆的意思 那档案馆其实很简单是一个地方去管理所有的作品 或是一些archives去专门就是仔细维维护那些 那另外一种形态是博物馆 就是博物馆可能大家比较熟悉 就是比如说自己特定的作品啊 去提供那种就是特定的策展环境 那还有另外一种是library 就大家去图书馆应该都会看到很多书籍嘛 或是甚至有一些手稿或是一些报纸 其实都是一些很大量的资料 那library有点不太一样的原因是 library它可以让观众或是这些使用者自己去assess 就是它可以自己去查学 有点像是自己可以从这个状态或是这个过程中去建立 跟这些archives之间的联系 那下面有几张图就是你们可以看到 就是第一个就是档案馆 最左边那张图 那中间其实就是 这是British Library它的那个角落 那这是图书馆的样子 那最后一个就是美术馆它在做典藏品的那个 典藏库的样子 好然后就是我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它的角色 就比如说档案馆跟博物馆之间 到底它什么时候 其实它们之间的界限是非常柔和的 比如说博物馆它其实给馆场 非常多的资料 那它可能会依据它的它的历史长段 或者是它可能产品可能会设计很多大量的范围 其实跟导文馆是非常相 它可能有一些大部分上的记录 就是像是一个概念 就像我刚刚跟大家分享 是Rugman它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有些书面啊印刷或是图形的记录 或是一些各式各样的艺术作品甚至地图 那图书馆跟博物馆 它又有另外一个很类似的功能角色 其实就是一种非正式的教育领域的一个核心角色 因为你无论今天到图书馆或是博物馆 其实都有的就是你可以去查阅或是调阅 或是甚至采加展览的一个性子 所以它可能同时会是一个information 就是非常informal educational praise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共享的一个空间 可以让就是观众它去分享彼此经验 去认识这些archive 或是一些更细的一些事情 那通常我们在这几个馆设 这几个就不包含檀案馆或是博物馆或是图书馆 其实它们都会针对物件去做编码 就是这是Twitter的一个范围 就大概会列出说这个作者来源是谁啊 或是有什么标题啊 日期大概是哪个时间 它的description 描述 它会是谁啊 它的foreman 是谁啊 就是其实会有一些基本的资料 就是在最下面有个reference 它其实是管设它自己本身既有的编码 每个管 像我以前在美食美术馆工作 我们自己有自己管设的编码 就是每个管的不同的编码 然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如果你们这一场讲中回去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回去看一下 Tate Morgan他们在做archive 比如像你就进去 其实一直在google搜寻archive 就可以看到它下面有非常多可以去做搜寻 比如说有reading rooms 它会跟你讲说这个空间 它基础上是在做什么 它就很像一个library 所以现在的空间 其实有点像复合式 不是那么壁垒分明 就是博物馆就是博物馆 博物馆它里面也包含 就是图书馆的功能 像图书馆 我等一下会给大家看一个 大英图书馆的例子 它其实里面有做展示 它也是利用它的archive 去做任何不同的展示 那就是在这个网站上 你可以看到 比如说它还可以搜尋 就是online catalog 我可以点给大家看 就是像是这样 它可以就是 你去进去 它的assensibility 非常长 就是它的可及性非常长 就是你可以去搜寻 任何大家看 都可以在网上都可以看得到 然后甚至还有digitalize 因为它们有做非常多 就是数位化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 就是资料牌子 就是非常数位化的内容 对 对 好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要分享的是 那个大英图书馆 我蛮喜欢大英图书馆 因为大英图书馆 它每一档做的展览 其实都跟它既有的广场 是有关系 比如说像它这个sign gallery 因为它的资料图里面有一个sign 有关生产的资料 比如说这是大英图书馆的页面 你点这个进去之后 昨天就有一个sign and movie image 我看到 它是用这个 不好意思 它就是在这个资料图里面 非常多的生产 还有一些图案 图示的一些项目 但它可以 它们就是用这些内容去发展展览 不同的展览 好 那我接下来要延续分享我之前 就是我在2015年到2018年的时候 在北市美术馆工作 那你们应该 就大部分人应该知道 北市美术馆 它其实是一个中型的馆设 但其实我们有一批 就是北市美术馆 它其实有收藏 一些大部会博物馆捐赠 有点像有九届展的一批石膏模组品 那因为这个馆设 其实它本身比较小 我们的固存空 就是典堂固空间没有很大 所以这批大概150件的作品 都放在另外一个厂部里面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在想说 要怎样重新应用这些 这些典堂配对 那我要分享的是 有关就是 我们有个计划叫做 北市美术馆有计划叫做 白鸿路一件 一件就是one piece 就是一件的东西 那怎样去透过 教育推广活动去 把这个Archive 就是运用的 就是在 整个分享的层面上 是可以达到一个效果 对 那我今天会分享这个案例 那会针对就是 当时跟 新北市美术化局 新白鱼狼那边做的一个 就是当时我 专计展览统筹者 就是做的那个touch and talk 就是 当中文我记得 要时光宝物 对 的计划 对 好 先大家讲一下就是 就是那一批物件当时在大都会补物馆的时候的样子 就是当时大都会补物馆他们做这一批物件 其实是因为大都会补物馆在美洲嘛 就是北美洲 那其实那时候他们就盖了这个补物馆 他们想要就是跟大地人分享就是欧洲的一些经典艺术 但是这些因典艺术没办法移到就是美洲区 所以他们就请师傅去做翻模 就是用石膏翻模 所以他们就翻了非常多的物件 在博物馆里面做展示 但是因为在与时寂静 就是或是时代变形的条件下 这些物件就是渐渐的被收在厂谷里面 没有常常拿出来使用 所以当时就是Mate Mate Museum他们有一个计划就是希望这些物件 可以捐赠或是永久界长给全世界的大学机构 去做重新使用 所以北清美术馆就因缘机会拿了这批物品 但是这批archive collection 对 那我们就是一直在想要怎么重新使用 所以在当时在北清美术馆建管的时候 有12件直接相在 有点像跟管设结合在整个管的里面 所以像这个简报上面有一个 就是其中的一件的十高文字品的collection 对 然后我们就一直在想说 当时就是博物馆他们一直在想说 博物馆他还是要思考怎么去运动这些东西 所以在点床研究还有咱俩跟周园馆 这几个面向上怎么可以达到一个 就是比较适切的一个方式和操作文法 那我先大概分享一下 为什么我们不开始想这件事情 我们就开始重新去爬梳了很多过往的资料 就有点从这些archive 但我们身为管员就开始爬了很多以前 大家怎么去用这些石膏模式品的方式 比如说以前就是在展间里面 有很多很多学习艺术的人 他们开始防御这些石膏模式品 开始做这个画 或是他在库房的时候的样子是什么 甚至就是其他管设 他们怎样去做展示 或怎样去录录 比如说右下角的图拉增柱 那个就是在BNA 就是伦敦的BNA Museum Halloween展示的方式 对 然后我们就开始一直想说 好这些带有历史的这些物件 它其实是开始 要让我们去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怎样去成功学习 并且去審思或是了解东西 所以我们就发展了一个计划 叫做one piece museum的计划 就怎样成collection 一路到research 然后到典藏学 就是党案学 就是Archive Science 这些事情前去做发展 甚至到展示 因为到教育推广 然后去创造一个 就是sharing and exchange department 对 那就是比如说上次 Headstone and King Hardine Design 他们有片名字 就写到就是 就是这几个管 这其实他们有自律转姿势 不仅是支持教育跟研究 还有也要有潜力 去成为一个研究跟装学的场所 所以我们开始就是开始思考 好我们身为博物馆专业 跟怎么发展学习经验 之前的事情 怎么运用这些Archive 去发展学习经验 所以就开始有不同步骤的一些 分析 然后从第一个步骤 就是从 从 对的一个 conversation environment 就是从 就是这些产品的一些 修护环境开始 我们就开始思考说 好成熟环境 到 简直登录 然后到研究 到真的去做修护 或是到展示这个 快乐的发展去经营会 比如说像是 我们可以邀请参与者一起来 来思考就是 这些物件 这些Archive 它们到底在哪里被修护 到底在哪里可以被收藏 它的collecting space在哪里 或是它其中的档案学会 甚至到就是我们怎么样去 重新爬书跟梳理 还有记录这些所有Archive 甚至到display 或是整个测载世界 所以我们就是 开始思考这件事情 并渐渐的发展 就是像涂上这个修护计划 其实在右上的这个预设衣服 是Moei先生 她提取日本的修护师 那她其实来台湾非常多次 就是来协助美术馆这边 就是做石膏修护的计划 就是我们就是有开放中工的事 那很多对于这件事情 有兴趣的参与者来做参与 那最一开始 哇这也是我 我在当时 其实我也参与了其中一件物件的修护 就是我当时修护的物件是 帕德嫩神殿的横式带 其中一个画面的浮雕 那当时我们在做修护之前 其实要针对这些archive 去做检视登录啊 就是你们有看到右侧的那些 就是我们要去看 它哪个地方有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不需要去分析它的高度啊 它的状况 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修护 其实这是非常基本的一个 檔案群的管理 那这个是convision report 就是无论今天在做修护的过程 或是甚至在艺术品牌 还要听到管设做展示之前 其实我们都要做非常多的convision report 因为我们要确定它的 比如说它在运送状况 有没有发生什么状况 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或是它展示之后 它又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整个过程 其实都是一个 档案管理的一个过程 那你们可以看到这个convision report 上面其实有非常非常清楚的条例 比如说就是艺术家或是谁啊 然后他的家庭或是什么啊 然后还有什么样的状况 他这种财经 其实都不需要很明确的记录 后来我们就从这个修护计划开始 我们就刚好音源集会跟 新北市文化局那边合作 就是美术美术馆当时 跟新北市文化局合作 在我工作期间 所以我们在新凡艺术那边 就决定要做一个开放工作室 跟一个平台 那这个平台它其实是 希望透过这个空间 这个展示 让让有点像是在做一个 修护的一个open studio 让观众他可以直接在现场看到 怎么样去完成一件修护 就是一个物件的一个 一个登录或是一个 修护他整个的过程 所以他其实当时美术馆在割换这个案子 其实是有点像是三方推租 就是包含美术馆这边 包含政治单位或是学校 对 怎样去做串联的一个行为 就是我们不希望 我们希望就是 当时就是美术馆 我们在思考的时候 其实是希望说过这件事情 或是档案这件事情 更希望它不只是存在在 博物馆的后台 它更可能 可以变成一个 教育信号的前途 当时是这样子 所以在清凡要今天就是 其实有针对 怎样去设计这个展展展展 就是做了一番思考 说我们要让观众进入 就是平常很不熟悉的 这个情境 就是这个修护情境 要怎么让他们进入 所以我们就规划 有修护的情境 或是有一些不同媒材 同样在这个空间里面发生 所以我当时规划了三档 就是一档是有关牧主的 另外一档是有关焦卷的 第三档是有关电影的 对就是每一档是有不同的规划 那物件其实也都是 来自于就是日常生活中 那甚至还有就是 艺术品的存放的静置去 就是我们其实有 看也思考说 也想要让观众理解就是 艺术品它进到管车之后 它必须要静置一段时间 它的样子或是什么样子 那甚至还有开放的生活 所以这是当时第一档完成的时候 石膏毛巫王成神的样子 所以他们其实 那一个空间 真的就是一个很像 一个修护的空间 但因为石膏 它本身是一个比较 没有那么敏感的材质 必须这样说 所以我们才有办法这样做 如果它今天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材质 然后又必须要很大的口 它的条件都很严苛 是很难这样去 所以刚好我们这次 就是使用的这一匹 它其实是有这样的特性 才有办法这样做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 挑了一些物件出来 比如像在照片上面的 那个躺着的 其实是 西野娜掌刀牌的狮子 就是背着的狮子 背着柱子的狮子 对 然后有不同的 比如说它的箱体 运送来的箱体 也在就是现场 然后 其实在这个空间里面 有不同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像是 在这张图上的左下角 这是在胶卷的那一场 修复的档次 那我们其实甚至还 就是在现场 还盖了一个暗房 就是希望从这个物件的制程 到最后修复的过程 可以让观众理解 就是它这个大派的来源 到它的结束 也不是结束 就是它持续会存在的一个方面 好像是这样子 对 不好意思 简报顺序有点买 就是刚刚那个狮子 就是这个狮子 对 然后就是 其实展览信号 它就会是一个修复信号 其实这些 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 其实有不断的在做记录 所以Archive本身 它还有在衍生出 另外一种新的Archive 它可能是在那个过程中 发展出来的 所以 给大家看这个例子 其实是想要让大家知道 说 我们在进行就是 这类型的推广的时候 在背后 它思考Archive的思维是什么 它其实 我们进入这件事情 它不会只是终止在 这个物品的身上 而是它的周边活动 可能都会是我们 我们记录的环节 对 然后就甚至就是 我们 现场有办一些 就是教育推广活动 那 大家更知道 就是 从修复的角度 进去的话 就是切入的话 怎样重新思考 这个Archive 对 好 接下来就是由于现在 接续往下 先感谢小琪 刚刚 就是先 大概带了一下 一般所谓 Archive 在不同的所谓 social memory 的机构里面的功能以后 然后也分享了它在 跟北架美术馆 跟西马云拉赫做的计划 那因为它刚好也是从 修复这个部分 修复这个部分 开始着手 那我自己的背景 其实之前在 李香港的M Plus 一个还没有开幕的美术馆 那时候的 Title是Digital and Media Art Consultant 說老實話我個人對雕塑或是故事裡面的東西 一點興趣都沒有 因為我還沒有去南伊大讀博物館學之前 其實是想要當動畫師跟做遊戲的 後來讀了博物館學 接著也就產生了興趣 本來就會很喜歡去參與博物館或是美術館的東西 當然我去看的一定都是互動的 或者是所謂的科技藝術以及新媒體的藝術作品 所以我等一下會跟大家分享的是 就是跟這邊所謂的當代藝術 右邊這邊所謂的當代藝術保存實踐中的archive 它到底扮演什麼樣子的角色 現在大家看到這個同一片 左邊這個部分是當我們理解archive 它本身就是所謂的這個機構 所想要標的的一個電藏品的時候 然後剛小七前面有聽到譬如說 Tate Brighton 還有一些Library 他們也可能會有archive的標題為collection 那這些collection是大家上網 其實是會找得到像是catalog一樣的 那像剛剛小七有說給大家看 那以我自己所在的景域 其實比較熟悉的就是香港的HRM Archive 以及台灣的在地實驗 那在地實驗的話 他們是從蠻早以前就一直都有在收集台灣的 屬於關鍵藝術、當代藝術以及表演藝術的 主要是以影像為主的 那他們其實就是記錄一下 然後把它收藏在他們自己的一個data的centre裡面 然後我今天其實會主要跟大家談的是 其實是大家在不管外面或是說機構外面會看不到 但是實際上它也是會被認知為是archive的部分 也就是在當代術保存的過程當中 由修復單位主動的去蒐集 記錄及生產檔案 那其實小七剛剛在也有提到說 會做condition report 或者是說每一次展覽的一個狀況 以及他們其實也有回去詢問match的人 以前的作品到底是他們是怎麼去處理的 那剛剛這個這樣子的檔案的生產的過程 他對於當代衣術的保存到底它的重要性是什麼 那我先來帶大家認識一下 就是我所謂的 今天會提到的幾個所謂當代衣術的保存的案例 那因為現在台灣還沒有發展的 這個系統還沒有發展這麼健全 所以我前方還是會以國際的 已經比較完整的一個案例為主 那這件作品是紐約的國歌 他美術館所點藏的作品 然後是由Felix、Gonzoles、Torres所做 那他其實是一堆糖果 然後在角落 然後他其實希望觀眾來了以後 可以把它打開吃掉 那這個過程其實是 對於是假如說 這是一個非常反museum的觀賞經驗的 因為通常你繼續不能吃東西 然後你還會有垃圾 你還會把糖果包裝紙帶走 但是他們點藏了 對 那他們點藏的話 其實就會 我不曉得大家直覺點藏是什麼 其實展覽完它可能糖果就沒了 那到底點藏什麼東西 那就我所知很直覺的想法是 我們可不可以在一個藝術家 要同樣的一個package 一個重量的糖果進來 然後我們下一次展出 再把它拿出來 那這樣是不是就展一次就沒了 所以這樣的一個過程 就會變成他們會去詢問 到底藝術家想要什麼樣的糖果 這是第一種類型 那因為我特別把這拿出來 是因為其實我剛剛提到 我喜歡的是科技藝術作品 但是其實不只是 使用到科技美材的人 會遇到類似的問題 像這樣子的作品 應該也是很典型的 大家就會想到典藏商會有問題 那第二件這個是 白男準的 嗯? 白男準的作品 然後Untitle 這是MOMA所典藏的 然後它也是 它大概在2012年、2013年的時候 有被修復過 那我這邊不去多談 它們修復的過程 可是這件這樣的作品 其實很直接是面對到 它的技術的代換 也就是這個CRT電視 那雖然說現在在整個 呃...所謂的 錄像艾素的修復界 大家還是想盡辦法 能夠譬如說我換裡面的殼 換裡面的心流外面的殼 然後讓這樣的電視 能夠斷斷的被替換 可是這樣的技術 它本身就是有一個代換性的 我們沒有辦法確保說 100年後還會不會有CRT電視的存在 那...在這種狀況下 我們是不是就要說這件作品 它其實100年以後就沒有辦法再做展出 那其實...嗯...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這個時候數字就是archive 其實能夠進來一個很好的時機 那現在給大家看的這張圖 是我...就是碩士論文的其中一小部分 然後...大家可以對比一下 如果說剛剛小夕提到的MAT 所捐贈的那一批石膏 它是屬於傳統材料的藝術 然後實際上...嗯... 就算小夕沒有特別去詢問MAT 過去是怎麼展示的 當你把這個石膏槍放在空間的任何一個地方 嗯...一般民眾應該不會太去問說 它到底有沒有被正常的展示 因為它不管移到哪邊 它的雕塑實體就是長你的樣子 可是當我們遇到所謂的... 剛剛提到的那種多邊美材 或是不穩定的美材 或是它使用消失性的美材的作品 以及科技術作品的時候 它其實會牽扯到越來越多的是 譬如說如果是有互動的作品 剛剛那件湯果就有互動 所以有觀眾的行為會介入 以及策展實踐 那我這邊策展實踐的意思是 即使只是一個雙品到物像的作品 它在不同的空間展示 也有可能會因為策展人的決定 或者是現場的空間的限制 或者是任何經費的限制 所以它會長得不一樣 那大家等一下結束可以快速的看一下 像這邊本來是在展一個錄像的展覽 然後標牌上面都會寫長第一尺寸而定 那這個時候其實身為一位修復師 在思考的時候看到尺寸一場地而定 那到底是跟要打滿板一個牆面這麼大呢 還是說我這麼大也可以 那其實這麼大跟這麼大 同樣的影像它在觀看上就有非常大的不同 可是大部分的展覽的時候 並不會思考到說要怎麼詳細的去認識一件 嗯...錄像藝術作品 它的播放尺寸應該是在怎樣的範圍裡面 那接著就是科技美材的實踐 這個剛剛有提到代換應該是大家平常在自己使用自己的電腦的時候也會遇到的問題 謝謝 嗯...光燈 謝謝 那我這邊給大家看一個 嗯...之前我還在國民館工作時候的案例 那這件作品是原管理老師的難免的理由 他在1998年的時候做其實蠻早的 他那個時候就有應用到互動的技術 然後...嗯...我先說 因為我沒有參與這件作品的 他們當初修復的過程 那其實修的狀況是 作品在展示的時候發現互動的功能壞掉了 所以呢緊急就打電話給了原管理老師 然後通常大部分藝術家其實不太會care 他的作品進到了點藏品以後 的下場是什麼 嗯...這是一部分的藝術家會是這樣 或者是說他當時有很多在忙的其他的事情 所以...嗯...其實... 因為...大家有看到右邊下面寫的那個 修復人員曾仁宏 執行人員曾仁宏以及十二的管理人資權 那我等一下也會稍微介紹一下他們跟我的關係 那那位曾仁宏我們找到他來進行修復還蠻特別的 他大學的時候讀的是雲科大的那個... 文化資產維護 然後後來就去雲科讀了運算研究所 所以他其實是有... 他其實是已經不喜歡文化資產維護一個很... 不講求創意的一個科系 所以他想要去...去學習一個可以讓他發揮創意的地方 但是他現在的工作其實是在幫很多藝術家做他們的所謂的技術人員 那所以找到他來能夠同時了解維護的一個原則 以及來做進行修復是這樣的人才其實是很難得的 然後我這邊想要提一下說為什麼剛剛有提到在地實驗 那這個時候Archive其實就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原因是其實... 剛剛有提到大部分美術主管在收藏的時候 不會想到太多他作品真正應該展示的樣貌 可是實際上有很多Archive可能不小心的記錄了那件作品 他當時的樣子 所以像現在右上角看到的是在地實驗 在這件作品最早最早在伊通公園第一次展出的時候 他們訪問了藝術家 那藝術家就會說 當時床底下有兩台VCD Player 還有一個擴大器 還有一個等化器 以及自動控制箱 那其實有趣的是後來國美館所點藏進來的 並不是床下有兩個VCD Player 也沒有一個擴大器 也沒有一個等化器 那這中間其實就出現了一個 紀錄上的斷層 那這個斷層其實會使後來的第三次 假設說美術館收進來的 其實是已經有被修補過的 可是這中間沒有送到任何的紀錄的過程 那變成第三次美術館方自行在做修補的時候 我必須坦言其實那時候Loss掉了蠻多的資訊 譬如說到底是幾分幾秒 要播放什麼樣子的檔案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這件作品 它的一個樂譜 那這個樂譜它本身是儀式的 那其實大家有可能會想說 那我找藝術家再回來 請它再動一次 但是這其實有點吊詭 當它成為collection的時候 其實美術館要collect是它之前那個樣子 就是它成為點藏品的那個時間點的樣子 那藝術家來他們有時候會用他們比較屬於創作型的思維 不經意的去做一些微調 然後微調以後覺得這樣好像更好 對或者是說有一種狀況是它忘記了 那這些都是非常common的問題 那這也並不是藝術家的責任 那這個時候其實就是剛剛提到的 收藏機構本身要去扮演一個archive的生產者的一個角色 然後另外再給大家看這個比較完整的例子 那這個我今天分享的這些其實都是屬於公開資料 然後這個是Smithsonian他們下面的American Art Museum 所頂藏的一件作品 而且它是常態性的展示 那其實像這種屬於用LED 然後很炫 然後有這樣的簾子 然後還會一直轉油字可以看的 這樣的作品 他們竟然做常態性的展示 那表示說其實這件作品應該是在創作的時候 它其實就有考慮到它要長期的運作這件事情 那很不幸的是它在經過10年的展示以後 一定都會出現問題 所以他們在2017年的時候委託了一個私人的事務所來 來重新製作一個程式系統 然後在2018年的時候重新的安裝 然後這一句話其實看似很短 但是其實這中間他們能夠順利的完成這個工作 是仰賴於當初在典藏的時候 其實作品的技術性蠻圖以及資料 就很完整的被保存下來 那這些資料其實是必須永遠的跟著這件作品 成為這件作品的archive資料的一部分 使了後面的人才會知道說前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我特別把那個紅色框框 剛好是這樣比的 紅色框框這裡框起來 然後拉到下面 那這邊其實很可愛 它就寫說Failed SMPS Devices Replaced 所以它會寫每一次的調整 它會告訴後面的人說我這邊有換過 那為什麼一件當代藝術作品需要做的這麼具性名義 是真的後面的人當它是件collection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觀看不僅只是一個小燈泡 它跟一般的燈泡就是不一樣 我們可能會去問它說這是藝術家自己選的燈泡嗎 還是說不是藝術家自己選的燈泡 當它是藝術家第一手的去做選擇的時候 整個處理它以及對待它的過程就會完全不一樣 所以前面提到的例子其實是先給大家有一個概念 那這樣這邊是台灣很重要的一位在研究維修護 以及文物保存的一位學者顏書芬老師 他在他的一篇文章裡面所揮納出了五個 所謂修復師都必須遵守的藝術品維護的原則 那第一個是不要進行刻意的美容 然後要保留文物的真實性 要去了解過程中哪些需要保留 那這兩點其實非常 你必須建立在你知道它原本是什麼樣子 那在了解原本是什麼樣子的過程當中 archive就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這個過程不管是面對像小琦剛剛的雕塑作品 或者是說科技藝術的作品 或是任何的檔案藝術的作品 這個過程都是一樣的 那只不過說 那只不過說 所謂比較複雜的媒材 它可能要關照的層面是越來越多的 那第三點 第四點 第五點 其實都是 不要 不要隨意 都是一群的前兩者 不要隨便去改變 那第四點 可逆性跟可依足性 其實是為了讓未來的修護人員 或是說當技術有成熟到一個更好的地步的時候 可以讓未來的修護師去移除過去的人所做的處理 然後讓他能夠用更好的方式再被維護 那既然要能夠移除 所以你就要讓未來人能夠看出哪些東西是有被求過的 OK 現在稍微有點跑白沒關係 那這張圖左邊的一二三四五 其實就是取自於前面的那無相原則 那這個是我後來論文裡面有提到的 當遇到的是科技術作品的時候 其實轉一個彎 同樣的原則 那只是用不一樣的方式去做理解 譬如說切勿刻意進行美容 跟保留溫溫的真實性 那就會是透過藝術家訪談的方式去了解 那以剛剛糖果的那個例子為例好了 那後來有一個策展人John E. Golito 他們就有去做這個研究 然後就有去訪問藝術家說 你希望那個糖果它是長的一樣就好了 還是它是要同一個廠牌所生產的 但是可能長的不一樣的糖果 那大家思考一下這兩條線 其實在意義上會完全的不同 那我其實不是很了解那些作品 但是今天如果藝術家想要看考的是 這個生產的公司跟這件作品 他想要傳達的概念跟這個生產公司有關的話 那他就必須選擇的是這個公司後續生產的糖果 但是他可能長的不一樣 那甚至連我的包裝以及糖果的口味 是不是也要跟原本的一模一樣 那最壞的狀況 最壞的狀況是美術館他為了怎樣這件作品 他可能每次展出需要去找 需要花一筆錢去找一間願意生產一模一樣的配方 一模一樣的糖果的樣子的公司 去幫他們重新生產一瓶這樣子的糖果 那這些過程都需要被詳細的做記錄 那其實對我來說以科技術作品來講 其實是更好去做處理 為什麼因為你就想像今天要生產一個iPad 那廠商一定有設計圖 他才有辦法發包給不同的公司去做大量的生產 那這個規格設計圖只是說 因為藝術品都是單一次的生產 而且他並不是為了長久的存在而生產 所以會跳過這個流程 那修護士的工作其實是回去補足這個流程 那如果藝術家有設計圖那最好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是修護士的工作要去完成這樣子的一個圖 然後讓未來人去了解這件作品的功能是什麼 下一頁 那以現在的國際上其實都會採用這三個report 去完成我剛剛提到的逆向的回推這個作品的製作過程 那第一個就是Artist Questionnaire 那或者是Artist Interview 在我之前在M-Class工作的時候 其實這已經是成為一個標準流程 也就是作品一入場的時候 我們就會那個次展人的助理 就會寄一份藝術家很不喜歡的問卷給他 然後問他說你這作品是哪一年做的啊 然後用了什麼技術啊 曾經在哪邊展過啊 然後你希望展覽的時候是在怎樣的尺寸裡面 要不要有座位要不要有桌椅要地毯用什麼顏色 強調什麼顏色 然後有沒有一定要用什麼牌子的 什麼規格的投影機喇叭 就是問的非常的詳細 但是我們有發現用Questionnaire有一個問題 就是當你一次把很多人出去 其實藝術家有時候他不太了解你這個Questionnaire的目的是什麼 他可能就拿給他的助理去填 因為我曾經有收過同一個藝術家 三個不同的作品同時收進來 然後填的資料很明顯是不同的人填的 那這個時候其實這個Questionnaire 它就變成一個無效的Questionnaire 所以 因為美國有一位自癮的修護師Ben Finnell 他就建議說當你的藏品量不是這麼大的時候 其實面對面的直接跟藝術家做Artist Interview跟溝通 會遠比你寄給他一個表格 然後沒有做任何的說明 或者是說帶著藝術家一起來完成這個表格 都是比較好的選項 那第二個Identity Report 這是傳統美才來作品比較不會有的東西 那後面我會給大家看古跟藍術家 一個很詳細的案例 那第三個Iteration Report的話 有一些傳統美才來作品我想也會做 可是對於科技藝術的作品 以及複雜美才來的作品來講 更是重要的原因是 Iteration這個字其實是所謂的版本 就是剛剛有提到同一件作品在不同的空間 或是不同的狀況像它的展示方式會不同 所以每一次展覽的時候 晚餐的人員其實應該要去詳細的紀錄 今天這件作品在這個地方展覽 它是它的詳細的規格是什麼 譬如說本來那邊有一件作品 然後大家有看到那個角落有一個布木槌下台 那我們今天假設它是一個collection house 那卸展的時候其實投影機會規劃給空間 然後牆壁就當然不可能跟著帶走 然後那塊絲可能會跟著一起進點廠 可是今天如果它在一個空間更大的環境 做展示的時候那個絲會不會太小了 或者是說我到底該用哪一台投影機 才是最符合這件作品原本的樣子 那這個其實就是Iteration Report它所扮演的功能 那我現在給大家看一個最近古根和美術館的案例 應該還蠻新的 大概是去年我今天才發現這篇文章 然後是去年他們才更新的 那他們點藏的這件中國當代藝術家 孫元翰鴻宇的作品 然後我不曉得中間那個東西對大家來講 怎麼會很陌生 因為台灣有一位舞蹈家黃毅 他也利用了這個叫做庫卡的機械手臂來做了一個表演 然後這個是他們藝術家利用這個庫卡 然後來做了寫了一些程式 然後讓他像刷具能夠在那邊刷來刷去 那大家去Google的話也可以看到他的一些影片 那左下方是古根和他們的一個修復師 以及他們跟NYU的電腦科學碩士班的學生 就是Computer Science的學生一起合作 有這樣的合作企劃 然後來一起完成的這件作品的 Identity Report以及Iteration Report 其實這個Report總共有53頁 我這邊只是稍微截了他的首頁 跟中間有一點那個簡體中文字的部分來給大家看 然後因為這些其實都是公開資料 然後不只是Google和像是MOMA、TATE 他們也都有分享一些 他們過去再處理自己的這類科技作品的 一些相關的報告都有分享出來 那我覺得這其實是一個還蠻不錯的一件事情 但是Google和是我看過所有的表格裡面 最讓人覺得繁雜的 那為什麼會這麼說是 最上面這段最怕的其實就是作品的資料 應該沒有什麼特別的 但是從下面開始他就有說 做這個Document的作者是誰 到底有多少人參與了這篇紀錄的完成 然後這個作品是由誰來做檢視的 所以他除了紀錄狀況以外 每一個步驟到底是由當下的哪一個官員來執行的 全部都要寫清清楚楚 然後我知道他在Iteration的報告裡面 甚至你要留下 譬如說我陳雨嫻在補 假設我在補他工作 然後參與了這個計畫 我就要把我的聯絡資訊還有Email都寫下去 那表示的是說 當我就算我離職了 然後過去他們回來發現 欸這個好像哪裡怪怪的 他們還有辦法找得到你 然後這個Information 最下面走下的這個密密碼 這群就是所謂的 它寫的是Information Sources 那這個地方其實就羅列了 有點像是 我們等一下最後一頁會秀給大家看的 一個reference的頁點 就是他為了完成這個報告 他到底引用了哪些報告 但是這些報告仔細看 其實很多也都是 譬如說Interview with Engineers 他們跟工程師所訪談的一個內容 那因為我現在提到的是I can't do Report I can't do Report 是一件作品只會有一個 而且它會隨著作品的不斷的展示 而變得越來越長 越來越長 越來越長 然後Iteration Report的話 則是一次的展覽就是一次 或者是說它因為修復的原因 所以被拿出來 那你會做一次的Iteration Report 那所以就不難理解說 為什麼這個reference有故事三頁的原因 那包含這件作品真的是非常的複雜 那右邊看到的是 剛剛有跟大家提到這件作品 它會有一些肢體的動作 那這邊就有一個對照表 是中文藝術家給它 給這個名稱的中文名稱跟英文名稱 以及它所對應的程式語言 所用的那個檔案的title是什麼 那有這樣的對照表 其實後面的人才有辦法去做辨識 那其實這個在 為什麼會做這樣子的報告 我前陣子有在跟 有一個網站叫Matterson E.R 然後是由Tate跟MOMA 還有SFMOMA 他們在共同圍運的一個 那上面有非常多 跟媒體藝術保存點藏 以及在展示有關的資源 那他們其實就是說 這些工具的發展 其實最一開始是來自於 彼此要互相做接展 那彼此要互相做接展的狀況下 其實一定就會遇到 剛剛所提的 在不一樣的空間展出 那今天如果是我自己的作品 我一開始就在我的機構展覽 那我之後也只會在我的機構展覽 那其實那個脈絡就會比較簡單 那我就給它一個跟原本一模一樣的空間 然後用原本一模一樣的setting就好了 那所以這些工具一開始 真的都是為了彼此之間互相的接展所產生的 那漸漸的形成了 當那一部作品真的必須靠這些報告 那形成了作品的永久archive以後 才能夠維護這個作品 它剛提到的一個真實性 我們要下一節 謝謝 那這邊也另外分享一下 因為我記得前幾次的講座 然後因為有時候也會提到說 關於網路藝術的一個archive 那台灣其實網路藝術比較少也是有 然後比較有名的應該就是只有鄭舒立老師 可是實際上它其實算是based in New York的藝術家 那它有一件作品有被收在這個 那個由Rython跟金網 台灣翻跟金網 以及在納岳的New Museum 以及Soma Foundation 所共同運行的這個Net-Art Anthology的計畫 那我昨天又數了一下 上面其實已經有100 已經有101件的網路藝術作品 那我之前在荷蘭實習的時候 有去參觀他們一個叫做Lima的算是 也是在做媒體藝術保存的一個機構 那他們其實也有試著去保存網路藝術 可是網路藝術比較有趣的是 你有想過當網路藝術不存在網路上 你硬是把它硬生生的從網路上扯下來 然後形成一個斷網的collection的時候 它到底還是不是網路藝術 即使它function都長的一模一樣 對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所以後來他們Rython就開始了這個計畫 Rython他們是主要的執行單位 那這個地方其實 大家都可以點進去看 不過我覺得他們會比較定調為archive 而不是collection的原因 是其實它是有系統性的 有做一個catalog的頁面讓你去做瀏覽 而且大家有興趣的話點進去 譬如說當我們點到其中一件作品的時候 它並不是讓你直接進入那個作品 它會先給你一個類似作品圖卡的頁面 然後會解釋說這件作品是 它的背景是什麼 然後是由哪些人來執行的 執行的時候過程大概是什麼樣子 然後你才點進去看到的這件作品 然後它當然也會在裡面列出 所沒有辦法解決的事情 那以往回數來講沒有辦法解決的事情像是什麼 譬如說那件作品是架在YouTube上面的 但是現在的YouTube也跟過去長得不一樣 所以它那件作品就一定只是一個archive 而不是它活生生的collection 或者是說那件作品它其實是跟很多 它與其它的domain有非常多的連結 可是其它的domain其實已經死掉了 但是去修復那些domain其實並不是這個計畫 讓它可以去完成的事情 那這是網路藝術會遇到的問題 那為了解決我剛剛提到的那些問題 所以右上角這邊有一個小小的這區 這區對 那它們其實也很好心 就發展了兩個open source的工具 然後大家回去也可以自己玩玩看 我是還沒有去玩過 因為我的那個還沒有涉及到網路藝術這個區塊 可以自己去建立一個免費的帳號 然後試著去把你想要archive的web 把它archive下來 然後放在自己的一個線上的collection裡面 那它們是說都是免費的 然後如果你給它們feedback的話 它還會多給你幾句的那個空間 對就是建議大家可以去玩玩看 那它可能把自己的FBR消耗流程的片片流程下來之類的 好 那剛剛以上的其實都是國際它們已經發展比較成熟的一個計畫 那我接下來會分享的是我身為科技藝術典堂基礎計畫的主持人 和我的另外一個夥伴 就是剛剛有提到林子泉 他現在在德國讀媒體藝術修復的措施的一些計畫的成果 那這個計畫其實是在2018年的時候 我們兩位開始跟數位藝術中心 台灣數位藝術中心 不是台北數位藝術中心 就是由台灣數位藝術基金會所營運的台灣數位藝術中心來合作 那那個時候剛好是介於數位藝術基金會 因為他必須要離開現在的那個台北數位藝術中心的空間 那他們的老闆其實一直都還是希望繼續往這個方向 所以就租了一個現在在天母的地下室的空間 那距離台北數位藝術中心大概七五百五十五分鐘的角程 也沒有很遠 就是大家有空的話可以去看看 那那個時候就開始了一個叫所謂概念美術館的計畫 那先不講他下面的這個概念 這個下面大家讀書就好了 就是先把它理解為 它就是一個只有VR的展覽空間 然後 幫我一下 謝謝 那現在大家看到的上面是 那個概念美術館的第一檔展覽 那也就是我們開始透過這個科技書殿堂基礎計畫 提出了Archive or Alive 的一個概念 然後下面這個的話則是接在這個穿熱工廠的 我記得是後面後面應該是第三檔 還是第二檔第三檔的展覽 那是由在地實驗他們另外所執行的 也是Archive or Alive 系列的一個VR的展覽 那我就我自己跟我的夥伴所執行的 第一個的部分來跟大家做分享 那其實會提出Archive or Alive 其實是想要實驗說透過VR 這個目前被認為是最接近能夠透過曾經式的體驗 來打破 來打破只能用平面的影像 或者是文字的紀錄 的一種回到歷史某個現場的一個概念 那第一個我們所選的是 就是塔爾倫老師在2009年 也就是台北數位藝術中心開幕的時候的第一檔展覽 那其實做這個選擇 其實那時候也是有一點 有一點 紀念性 因為對這個 數位藝術基金會來說 也是一個新的空間開幕 那他們直接拿當初2009年新的空間開幕 跟2018年新的空間開幕同樣的一件作品 但是用不同的方式來做接近 以及呈現的這樣子的一個懸見的方式 那我直接給大家看一下一頁 那這是一件怎樣的作品呢 那因為塔爾倫老師他其實早期做很多機械動力裝置 然後接著他其實一直都在探索的是屬於 空間的一種虛跟留白的一個感覺 那包含說他現在其實自己本身就有在LVR創作 那我們第一件事情是 其實回去去找老師那一段那一件作品 就是終結歷史燭光的一些歷史的資料 那這些資料其實都是 數位藝術基金會他們所提供給我們的 不管是照片也好啊 文件檔案也好啊 全部給他通通看一遍 那其實這個時候也是 他雖然不屬於已經經過整理 然後能夠讓大家看的archive 可是他對於在線一件作品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 就算他只是一張照片而已 那這件作品他是在 如果你有去過台北書衛書中心 聽說他剛開幕的時候 一樓是沒有被切成這麼多空間的 是一個敞開的空間 然後老師在裡面裝了三台雷射光機 然後一般的雷射光機是這樣直直的打出去 他把它自己改成這樣會一直轉 然後一直轉一直轉以後 就會像畫面上面看到的那樣形成一個光牆 然後你手伸過去就會有一種好像被切斷的感覺 那這個是老師他那時候不斷在做嘗試的 那第一件事情剛剛有提到 其實我們馬上做的是RGS Interview 那會去了解說 欸老公有點美乎 老師他其實就說雷射光他很暴力 他喜歡這種感覺 然後他也認為光線其實是承載所有的資訊 能夠終結一切 然後他也覺得這件作品是他所有的作品系列 連嘴花俏的一個 然後他另外有提到說他的背景音樂是由 某某某另外一位藝術家來做的 那像這個資訊其實我們從 透過文字的扒數是沒有辦法看到的 那雖然說去詢問 就是靠著一個青種圈 東問西問一定還是可以問到 可是直接問藝術家本人是最快的 那老師也說程式設計是他自己做的 可是可是展覽結束以後 他就說我已經把雷射光機借給某某某啊 借給誰啊 然後驗證都送掉了 所以實際上是屍骨無存狀況 可是問題是我們需要拿到過去的那個雷射光機嗎 可是其實好像也不用 那比較有趣的是老師在這邊說理想的狀況 其實是不要他不希望觀眾看到那個雷射光機 以及那個演技 因為那是他為了塑造這樣作品的一個空間的環境 然後因為是在現實的空間 所以一定會讓觀眾看到那個東西 但是他的創作觀念裡面 其實那些東西可以消失是最好的 OK 那我下一張 那其實最幸運的是 第一個 老師剛剛說程式是他自己設計的 可是程式已經沒了 那還好我們在他給我的握著檔裡面 找到左邊那張圖 那對我們來說這張圖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archive 原因是他在寫程式之前 他其實模擬了這個空間 大家看到兩個方方的是空間的柱子 然後有三個紅色的點點 這樣子斜的一條線是他放雷射光機的位置 然後以及在這個時間裡面 那個雷射光機所走的一個軌跡 那可是因為他這樣排列又沒有標號嘛 所以我們不知道到底是這樣子 還是這樣子 還是這樣子 那當然這個後來也是去問了藝術家 然後我們另外又利用了 直接用AE去做了一個動態的旋轉模擬 這樣的方式 然後直接把這個模擬圖 然後交給製作VR內容的工程師 然後他才完成了 然後時間的話則是 因為老師也不記得那個音樂 背景音樂到底有多長 他只知道背景音樂跟這個pattern 是頭跟ending是match的 然後原本音樂也沒了 所以最後的解法就是 回去找到那位製作音樂員王延誠 他也是藝術家 然後請他去回想當時的一個狀況 然後再依據這個時間軸 去用平均的方式 把這樣子的一個pattern做得出來 但是因為archive真的很不足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 很百分之百的去確定說 這個光的走向 跟2009年所展出的那個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右邊這張圖 則是後來我們跟數位書中心 要了那個空間的 就是空間的藍圖 然後再加上左邊這張圖 所模擬出來的一個當時空間的一個樣貌 然後這邊簡單的給大家看一下 那時候工程師是用Unity來做 OK 然後就因為有煙 然後這邊有很有趣的一點是 在實體空間裡面你需要有煙 雷射光彩打的出面的光牆 可是實際上在所謂的VR數位構成的一個空間裡面 你不需要煙就可以有那個光牆 那這產生了一個 藝術家為了讓他的創作裡面能夠在現實空間形成 所製作的一個不屬於他創作裡面的一個 應該說煙的例子並不是他的創作概念 可是他必須透過煙的例子 才能在現實空間完成這個創作概念 但是我們其實很明確知道 我們要回去的是 終點歷史時光這件作品 而不是老師他試圖去找尋的作品的理想樣貌 所以我們後來還是請程式設計師 就是做了一些煙霧在裡面 就是讓人感覺還是有點煙 雖然VR的光彩其實不需要煙就可以去完成 不過我們確實有把雷射光機跟煙霧機 就是從那個空間裡面去抹除了 那左下角 左下角就是老師他在體驗作品 那其實整個過程很有趣 那我們最後也問老師說 他覺得這是archive還是一個新的作品 其實當初一開始這個計畫是有想要去 趨近一個探究這件作品 他一開始概念的一個意義 然後老師竟然說 他覺得VR裡面這件作品更接近他當初 做這個現場空間的時候 更想要討論的那個感那個觀念是更趨近的 那當然這是藝術家自己說的 那實際上就一個archive的角度來講 那他會變成VR這樣的一個工具 在數位時代他會變成一個過去沒辦法用影像 或者是2D的影像或是錄影所完成的一個記錄 然後讓修護師能夠比較用作能的一個沉浸式的方式去了解作品的樣貌 那或許未來哪一天真的有辦法再重新在一個實體的空間 把這件作品再重新完成 那剛剛那個其實就是科技藝術點檔基礎計劃第一期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成果 那除此之外的話其實一直都是希望透過這個計劃 我們從兩個面向著手 一方面我們現在第二期開始會爬出一些國際的方法 像我前面有提到很多國際上已經發展很完整的案例 然後一試的去將它的中文化然後將這樣子的一個工具去推薦給美術館 那剛剛提到的這個VR的計劃的話 就是屬於實驗一個新興的典藏保存的策略 那這個計劃也在去年有去美國的AIC進發表 然後也會在預計明後年吧 然後有跟荷蘭那邊一個教授他們要出本一本 跟在Digital Edge的Archive and Documentation有關的書裡面 也有被邀請能夠去分享這個計劃 那其實就是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去引發國內的美術館 也可以開始重視說這些屬於為了保存這麼容易消逝的作品 所以你必須要很積極的主動的去由機構生產的Archive 那我所謂的消逝如此而快速是 你看今天的作品這些投影機沒有打開 它其實作品就不存在 所以當它收到庫房的時候其實只是一個檔案 那才會需要透過這麼多的一個紀錄的方式 那我其實自己有想像說 譬如說剛剛提到Artist questionnaire 然後Iteration Report跟Identity Report 它未來有沒有可能會在某些美術館 形成一個新的Archive的Collection 那我自己是蠻希望這樣的事情發生 那就像剛剛講的 對這些作品對這些機構來說 其實這些資料是可以公開的 然後對於長期的介展來講 也是有幫助的狀況下 那對我來說一個修復師的角色 會把這些資料作為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就是維護當代律書的一個Archive這樣子 好 謝謝 那我們再交換給小琪 好啊 謝謝雨昕 就是我接下來想要分享的是 有點比較extension的部分 就是我在一開始有提到 我自己年都在北亞、中亞跟西亞、中東 就是進行一些藝術計畫 那之所以去那些地方做藝術計畫 也有很大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在台灣所接收到的 蠻多的訊息其實都是來自媒體 就是其實並不了解當地的一些生活 那我在思考這個Archive的講座的時候 其實一直在想一些 當時我在那邊所做的研究 會做的早上那些內容 那也是都跟Archive有關 就想說也趁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 那我想先跟大家分享的是 Noha 就是 Noha 就是這個 這個有記憶學家叫Noha 他其實在記憶屬性之處 他其實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其實也是回應雨昕 或是我當時在分享 我剛剛在分享美食美術館的案例一樣 其實Archive它的真實性 是我們一直不斷要去被爬樹的 那哪些東西是消失的 那虛與流環的部分又是什麼 那那些消失的歷史是什麼 所以我們必須要一直去思考 那其實在生活中 所有的Archive其實都是 那基於所悉之處的 這個就是 概念其實就是在講說 其實看起來是純物質的東西 它其實也是一些檔案 它其實成長了非常多歷史的知識 那這些東西它可能針對個人 或是不同的名義 還有有不同的意義 那它可能會形成 比如像哈佛王赫他所提的 就是一個 他如何去創造一個集體記憶的一個 一個collective memory的一個狀態 那它可能會決定的群體回應了過去 那其實在博物館 或是無論是檔案館或是圖書館 它從收藏的哪些東西 其實有點像是承載了那一個國家 或是那一個社會 他們所看重或是所重視的那些東西 所以它其實是同樣反映在 Archive它本身的真實性的這件事情上 那我想要分享幾個tests 就是這幾個tests 其實是巴拉斯海那邊的tests 我不知道你們對於巴拉斯海那邊 有沒有多深的了解 那基本上就是因為 在1948年建國之後 就是巴拉斯海人 就是一部分離開了以色列 那他們其實在中間 其實因為戰爭或是留意出所的關係 它疑似的非常地很重要 所以在當地有非常多 甚至就是在海外反映 他們其實有針對這個tests 做了很多Archive的研究 比如說像第一名研究 最上面那個 Post-Semple Circle Port-the-Archives 它其實是透過不同的 當時期的海報或是圖像 去蒐集並評湊出當時疑似的那些東西 那下面這個Nutid and Kidens 它其實是一個策展人叫Noros Assela 它其實在以色列境內 它其實去搜集了很多有關巴拉斯坦的Archive 包括在難民裡面或是一些地方 它所拍攝的一些Documentary 我等一下會給大家看一下 一些簡單的一些內容 那甚至還有就是比如說Yuan Marr 他當時在Refuge 就是在難民的時候 他有收集了非常多有關 就是這群人流離私屬的一些情況 他甚至做了一個線上的電影檔案 對 那這個也是另外一個藝術家 甚至上一年我在倫敦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藝術家叫做Azar F. Assela 他其實在做重新回溯他自己 因為他是Parsan Daswar 他就是回溯他自己的家庭 他的爸爸重新在敘事 就是Noros 他重新去如何去敘事他自己的家庭歷史的時候 他所拍攝的一些文件 那他其實在這個CAS裡面有提到 他用了三種Archive方式去思考巴勒斯坦的 他的技術或是消失的這些列詞 我們等一下會分別開網頁給大家看一下他們個別的情況 甚至在巴勒斯坦他在西岸那邊 其實在2017-18年的時候 就是蓋了一間美術館叫做Parsan Daswar Parsan Daswar 他其實收藏了非常多的Digital Arcade 他其實在網上都可以瀏覽他們的所有的資料 就是有關無論是藝術家的作品 或是甚至他們存在生活中的任何一個東西、物件 都算是他們的Archive 就對於這個民主CCC的Archive 像這個就是我剛剛說的那個 巴勒斯坦導演 他其實在討厭 他所拍攝的一些影片 我放一段給大家看 你們可以看到就是在當時那一塊土地上 就是這群巴塞他們生了一個狀態 但有些資料其實是 有段時間是沒有被公開 因為一些政治藝術的關係 所以他們並沒有被公開 然後有非常多藝術家還有國務館 開始做這些資料的選擇 這些東西都是公開的 我確定可以在網上看看 它就有點像是透過這些archive 重新把他們的 context 重新拼錯出來 因為我們今天時間的關係 就不會放很多 好 好 穿好 你們好 等於是 只是一遍 但你的印象 遇到我一遍 有時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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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寫 早上的熱烈日 Hotel 招牌就是 現在在Telavis下方 現在是要壓法的 以前巴勒斯人家 有時清潔 其實在台灣也有 非常多類似 有關族群歷史的 archive 或是記憶 小鈴鐺 像一圈 但同時 像一個失調的 靜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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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些影像是剪製的片子來拍的 尤其是她自己收集的 但她收集的來源是 就是可能是當地的他們在那段時間拍的去照片 我現在在給大家分享 因為我們今天是時間的關係 然後剛剛我有提到就是這個Paris Time 我蠻喜歡這個網站 大家可以回覆看 它其實記錄各種時段 甚至還有藝術家 然後還有不同時期的 比如Special Collections Iconographic 然後不同類型的內容 那每個點進去你都可以看得到 就是它的一些 它其實一層還有一層 就是你會在樓下看 爬書的時間點就是發生什麼事情 可以很清楚拼湊出那個土地 當時的一個歷史 對 然後這個是U-1 它其實就是U-1底下的單位 就是針對Paris Time Refuge 他們在當時期就是 境內發生的一些有關難民的部分 對 對 就其實資料非常多 就大家都可以看 有各種的 比如有電影的 對 很多紀錄片的 或者是有些影像的 或是Media跟Paris 那就剛剛我講的那個虛空商 就是The Void 我把它直接翻成中文給大家看 就是它其實當時藝術家 他在思考這個Paris 就是The Void of Parties 所以其實 他其實就是在想說 已經有很多東西一定是缺少的 那我們一樣 怎樣才可以把它變成完整 那怎樣去做重建 所以它其實發展了三個 像一個 第一個叫Heden 第二個叫Eye of Favor 第三個叫Pep Archive 它就各種 這三個其實是有不同的功能 比如說像Pep Archive 它其實有點像是 它去用夢境去想像那個Utopia 它重新去做Document 它前兩個它其實真的是 針對繼承事實去收集的Archive 所以它其實有各個不同階段的一些面 那試圖從這個過程中去創就一些遺失 或是重新去創建這個遺失的版本 那最後一個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就是Paris Tining Museum 它在當時監管當時 它其實有收成一批大概一萬八千批的Document 然後已經是Digitalize的一些資料 所以那這個網站點進去之後 可以看到非常多就是各時期不同的 比如說包裝雜誌啊 或是一些影像的一些內容 對 其實這幾個案例都會讓我開始不斷的重新思考 有關真實性這件事情 或是歷史 到底是為誰書寫 就我們今天是存在在 國務館或是整體社會的東西 所以我們今天最後的公文片 其實就是演講之後想要跟大家尋問 一些的問題是 到底是誰去決定的小孩 到底是為誰又是為誰 我們今天是鬥士 嗯 好 那非常感謝兩位精采的演講 那時間也控制得非常好 那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到我們QA的環節 在場的朋友有想要提問的嗎 我看大家都很認真在做筆記 欸 我想要提問的 線上的朋友也可以提問喔 對 好 來說說 這邊叫蘇元的朋友 那 路根漢在演唱的時候 是因為他在文科展看到 所夠 還是本來就在路根漢展 就是在民視所展開嗎 可是不是在路根漢 他們是後來有去郭根漢展 然後展的同時做演唱 所以他的電藏版本是可以去蘇元漢展 對 那在這樣子的 我想你剛剛提到的狀況應該會是 其實美術館如果有系統去做 其實是可以掌握的時間點 是他成為自己的點藏品 對 但是在這個時間點之前的 其實是收藏單位沒有辦法去掌握的 對 所以他們的那一份 就把identity report很快 review下來 確實是根據他們在館內 從頭到尾 一邊做布展的時候 一邊同時思考長遠的保存為務 以這個時間點開始做為它的保存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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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後在其他場地 日後在其他場地的話 譬如說 在其他的地方 這個部分我不太知道 股票他們的policy是什麼 但是我知道tate他們的policy 是他們會提供對方一份 需要他們完成的 Iteration report的表單 然後需要對方也 同意說會把這個表格完成 他們才會接展 所以Iteration report 是建立以後要接展嗎 Iteration report 是建立於當作品 未來每一次在展出 或是每一次 不管什麼原因 有被拿出來 然後進行了一個不同版本的 完整呈現的on stage的狀態的時候 就需要去進行report 那因為展覽有很多種狀態 有可能是自己機構主辦 在自己機構展覽 空間展覽 這是最沒有這個異地 或者是說 到底誰主辦的權利問題 這是最好去做記錄的時候 那第二種狀況就是 自己主辦 但是在別人家展覽 那這種時候 官方就要自己考慮 你的policy有沒有足夠的 人力跟經費去支持說 我們派專門的 會處理這樣子的 廣告的人去現場 一起把這份報告完成 那第三種狀況就是 我剛剛提到tate他們的policy 就是會提供這樣子的表格 希望對方完成 然後對方必須同意完成這份報告 然後才同意建展 然後說老實話 其實e-division 它並不是一個很難去完成的東西 然後它其實只是 以我之前大概一兩個月前 有跟關注美術館的一個 裡面現在的研究員 然後去訪問了當時有在關注美術館展覽的 一位藝術家作品 那其實那時候是以一個實驗性的計畫 跟藝術家說 拜託如配如常 讓我們完成一份iteration report 那藝術家也很配合 那其實那份report 管員他自己用自己的能力就可以完成 然後其實紀錄的東西 就是把你展示所用到的技術規格 有全部巨細迷移的寫下來 然後做測量 譬如說這台是Epson 然後買一年初的 然後我設定的時候 是要同多少的尺寸 其實就是紀錄這些非常基本的單位 但其實對未來作品的長期保存 做了非常非常大的幫助 其他問題嗎 看來想講話 因為有那個實驗性是 那個機是基本機嗎 基本機 time-based 什麼全名是這台 是什麼 英文全名是time-based 然後他在 我目前看到比較好的定義也是tate tate他房間上其實有很多這種turn的定義都寫得很清楚 就是當你的scale 作品的scale有時間 譬如說幾分幾秒 甚至是continue的一個 就是連續性的 你必須站在那邊看著這件作品 把一個動作完成 或是說一個隨機的動作完成 就是他就會被歸類到time-based 然後有些美術館會分time-based media 還是time-based 那就是他在表演藝術 或者是說並沒有使用到媒體 或是科技媒介的作品 但是他也會動的 譬如說仿生 用自然的蜂蜜錘但是他也會動 那他其實也有實機性在裡面 是展出了那個實機性的那個時間點 還是說那個時代的狀況是哪一個 是指那個作品他本身所具有的特性之一 跟他的作品展出的時間點沒有關係 沒有 對 有意見嗎 有意見嗎 有意見 好 線上有朋友提問 我念他的題目 以陶雅倫老師的雷射光牆作品 VR老師已經認為更貼近以前展覽時要求的狀態 那這樣的archive 是否超越其檔案的意義 成為作品 問號 嗯 對 他為什麼覺得這樣 我覺得如果藝術家自己來回答會說對 可是以一個 以一個比較古摸的就是修復斯 然後又抬頭說 這是終結歷史之光的狀況下 我就會說 嗯 對 他 這樣應該是同意 因為他已經不是原本那一件作品了 對 嗯 了解 可是我覺得這要看 因為我們大時候策展 就沒有要另外給他另外一個作品抬頭 對 如果線上的朋友想要追問可以馬上再回覆 對 對 在場朋友還有什麼 還有 欸 那One Piece其實就是去各種小學 在 就接觸那些 所以 所以 R-Cive的精神是 他們從MetaPain進來 Piece的時候 已經是R-Cive的精神 從北施在新凡伊朗到摩爾的時候 然後在本部區隔壁 嗯 呃 明兩的那一個學校 他們有 從新三分區域 北施明書館之前 到摩爾城去 再做再一個教練嗎 有 其實是 其實他是雙重 就是不只從 他從MetaPain到Piece之後 甚至他從北施出處到 各個其他的學校 其實就可以把它想像是 從美術館 借到其他美術館的概念 就那個過程其實都一樣 只是我們今天是以一個 Educational Program去執行 它可能不是一個藉 它是個藉宅 通常又包含一個 教育性的存在 所以等於是 就是我們透過Archive這個概念 去教育 有點像是 呃 帶著小朋友 或是帶著參與者 一起共同去學習 如何思考Archive這件事情 Archive它本身不是只是 存在在我們國務館裡面 它可能發生在日常生活中 透過那個內建物品 再重新發生 如果拿一個例子來教 因為我之前在北市地區館工作的時候 我做了一個 中找國小偏向招勵案子 那我們當時借出去的物件 是Vegitation 就是聖母拜訪的那個物件 那那個出去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館內 已經重新 已經在針對那一件Archive 重新做修復 然後也重新做紀錄 甚至也去追溯 當時在Mate Museum 他們怎麼去做展示 甚至到它原本原始的一個教堂 在翻墓之間發現了現狀 那在這之間的差異性 因為現場的物件 它會因為風吹雨的日曬 而變得不太一樣 但是聖母視頻 它如果在保存狀況的療程 它其實會一直處在 甚至不會變 那其實這個都已經有一批的紀錄 那我們當時拿這個Vegitation 再去做中角國小的那個 平常教育案子 其實是透過那個Archive的概念 就是從背後它的歷史移例 帶領小朋友去拜訪他們的社群 然後在那個過程中 重啟是重新運用Archive 它本身的意願 而去發展出新的Archive 有點像是這個版本 對 我不知道這樣解釋 懂 它是一個雙重疊加的 就是營養的學生 對 對 然後甚至它在 比如說 學生它在修割的過程中 甚至無論是在新凡一樣 就是大眾常的修割 我們所有的report都會做 不只是condition report 包含就是像剛剛講的 interaction report 其實都有做 那美術館 雖然我們的collection 是這個東西 但是 這個 這是P5 因為 本身美術館 一直都有在做國際界展 其實國際界展 雖然我們沒有介紹很多 有關新媒體藝術的東西 但是 其實在 無論是哪一種美餐 這些物品 其實都是 這些object 其實我們都會做各種不同的介入 對 大家還有什麼問題想要提問的嗎 或者是兩位還有想要再補充的嗎 我可以補充一下 剛剛線上的那位朋友 就是 因為你問的那個問題 其實 有點切勁 我九月會開始執行 剛提到 科技術典廠技術計畫的第二期 然後第二期的計畫名稱 我覺得用英文講比較 比較 簡潔好懂 就中文有點擾口 英文就是 VR collecting strategy and the collecting of VR 就是 但是 如果我們把VR做為一個 典廠的策略的話 它的方法論以及 哲學觀到底會是什麼 然後 接著第二個層面的問題是 其實 當我們提到 不管是collection 或是archive 有一個終極的目的就是 希望它能夠永久的存在 或是說長期的去維護它 可是 當我們 用VR 或者是說 用digital的方式去做archive的時候 其實 最直接的又會回到 digital它自己本身的一個 代換的問題 所以這是一個 永不止盡的 archive of digital archive of digital archive of digital archive的一個 一個回圈 那像我剛剛講的 我們用 用VR去做archive 可是實際上 沒有去 去在那段期間 體驗過那個VR的人 就是沒有看到那個archive 那 可是VR的技術 其實現在一直在發展 過程當中 然後很快的單換 然後每個 可能每個月 就有一個 一個VR headset的狀案說 平常死掉 或者是 不同的Unity 或是引擎不斷的 一直在做更新 那 Tag他們也有 也有在做這方面的一個研究 然後 他們有時候 會用黑客松的方式 開放大家一起來 其實是廣益的解決 這些屬於技術的問題 因為技術的人 其實很喜歡辦 很喜歡辦黑客松 對 那我覺得這也是 數位的作品 其實它相較於 傳統美材作品 雖然比較複雜 可是是在修復上的一個優勢 就是它可以有很多的 不同的修復的版本 然後複製一個檔案給別人 玩完壞了也沒關係 對 就是你永遠有 多重的替身 可以去做實驗 這是另外一個 修復的一個角度 對 所以我會蠻希望 像剛剛線上的朋友提到 究竟 怎麼去 定義跟看待 我們用VR 所做出來的這個archive 那我相信不同的身份 會有不一樣的 看待的方式 可是 當是一個收藏機構的時候 到底怎麼去 用比較一個 嚴謹的 哲學觀音的知識 去論述這樣的東西 是第二期的一個計畫 希望之後有一點稱呼 以後可以跟大家分享 其實剛剛提到的 這個科技技術的部分 其實如果大家有一點感覺 應該就會發現 其實在這短短十年間 有大量的技術都被淘汰 尤其是 在過去我們很常使用的一個 網路的一個載體 就是Flash 各位知道 有很多的 藝術也好 遊戲也好 或者很多網站 其實大量使用Flash技術 可是Flash技術已經在 短短的這幾年內 他已經被禁用 對 他今年已經要進入最後版本 對 他今年要進入最後版本 那這就會 有很多很有趣的問題 就是 過去那些 很棒的小遊戲 Flash 當年有很多很棒的小遊戲 或是用Flash為基礎的 這些作品 那就會有類似的問題 就像剛剛宇仙講的 那你換的技術也不對 因為你換的技術 他也有可能 就某一天 那個技術也 也死了 或者是 那個技術也會 對 對 他就 你就要去追那個技術 那就變成說 修護師就是要 一直去看說 有各式各樣不同的技術 對 對 有錢的話 就是一直 不斷更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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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也有可能 跟到某一天 他就跟他原本長得 完全不一樣 然後去放棄說 我們真的沒辦法 只能用阿凱的形式展示 對 這個時候也就會有 用這樣子的想法 嗯 所以這個就會延伸到說 嗯 我也想要了解一下 小琦 剛剛有提到 你們在做這個 喜馬伊朗跟北市美術館合作的時候 這中間所產生的這些 記錄的檔案 你們後來是怎麼做搜索的 我現在 呃 因為我已經提及了 但我們當時 搜索 收索的方式還是以 就是 全部都是只能先 做文英文記錄 再做文英文記錄 所以大家工作上還是習慣說 先用紙文的方式 對 因為說護師 無論是說護師或是 經歷要做Condition Report 它還是會直接用紙 而且也是最寬 它可以有立馬的話 它可以用到的 標註那裡有問題 欸 我這邊想要補問一個問題 剛剛兩位都有提到 就是 其實 二位在做這些archive的時候 其實都會產出大量的文件 而且這些文件會是archive裡面很重要的一環 然後現在因為數位化的需求 所以這些文件會有數位化的部分 那我想要問一下 像是 對於 博物館而言 這些數位化的文件 如果它是 透過某些閉鎖的檔案格式 在進行儲存的話 博物館這邊是不是會對於這些東西 會有一些 特別的方針 或者是會盡量避免這個部分 舉個例子 假設它用 Word2005寫出來的文件 很現實的一件事情是 你用非Word的程式 你是開不了 Word2005所儲存的這樣的檔案格式 那我想要問說 那在博物館的 實務操作端 在這個部分 是不是有一些方針 或者是有特別避免的部分 所以 現在看起來還是都是會 用大家共同的 基本的軟體為主 原則上 最直接的會先把它說成PDF 對啊 可是還是會留 原本的 不會把原本的握著看掉 對 因為畢竟它還是大宗使用 我們說會 你提的那個是當它是 單純文件的事 其實也不只 因為像是圖片跟影音格式 我相信可能就會有藝術家 或是他來的媒體格式 他可能其實是 某些商業公司所壟斷的格式 好 這我可以提一下 之前在NPAX工作的時候 NPAX其實自己因為館長 他們現在的館長 雖然是之前 學林 學林那個 R Geller NPAX的館長 然後他本身的背景 其實是R Geller 出身 也就是 他其實Eline Plus 就是有一個野心說 一定要成立處理R Geller 部門 然後 那我那時候 剛進去其實工作 就是一直在處理 剛剛文月提到的那些 藝術家交來的檔案 遺跡 那時候 時間待了其實有點 不是那麼長 接近一年 所以還沒有 藝術作品還沒有處理完 然後還沒有碰到R Geller 那邊 可是那時候已經開始有在去制定說 館內到底要怎麼去處理和看待 所謂的Collection Collection 跟Archive Collection 那這兩個差別是 一個是Artwork Collection 一個是Archive Collection 那以Artwork Collection 來講 它的原本的格式是什麼 以及原本格式的影像 所想要表達出來的那個質感 就是視覺的感受 就是視覺的感受 就會在進行 不管是未來的轉檔 或者是展示的時候 它的優先程度 是遠遠高於Archive Collection 那原因是Archive Collection 你不能說它的畫質不重要 可是它的內容的重要性 是高於它的畫質的應該說 視覺呈現的重要性 那這個差別在於 當我們同樣有兩卷BHS 一卷是Archive的時候 還有另外一卷是Archive的時候 它被送去做數位化的流程 會稍微有點不一樣 那這個差別在於 那時候我的主管 他其實非常堅持 要把M-Plus的一批 Analog Carrier 送去澳洲一間 已經跟美術館配合很久 然後專門有了解怎麼處理 藝術作品的Digitization的公司合作 那它其實差別就在於 藝術家他會對於 要不要保留M-Plus Carrier的雜訊 某一些藝術家有他們堅持 那在這個地方想起 如果有知道很多 或是我說錯的話 可以糾正一下 但是在傳統 譬如說電影的修復 他就會希望 我掃描的畫質越高越好 他不希望大家看到的是 以前的BHS那種 的那種畫面 你就會2K 4K 未來可能8K 4K 6K 的修復會一直出來 那它其實重點是 那個Content的內容 那Archive也是類似的 有道理 或者是說當你在 我覺得另外一個比較現實的問題 是當你的經費有限的時候 你的Archive Collection Digitization 的Quality 就可以稍稍的低於 Artwork Collection 然後這樣子做區隔 那所以那時候 雖然一樣都是從 從第三方手上拿到檔案 可是處理的方式跟流程 是稍微有點不一樣的 不過就檔案格設來講 當然都還是轉存成 當下最優於 長期保存的格式為主 只是Artwork的話 也會留存 它原本最一開始的那個格式 以及製作所謂的 證物檔 證物? 就是 工作檔 點101 Evidence File 了解 剛剛線上的那位朋友 有補問了一個問題 他說 那作為Archive的VR 本身也需要Archive嗎? 對啊 這是我剛剛 第二個提到的問題 可是我是覺得 需不需要被Archive 它其實不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 它是一個 就是有沒有這樣子的 企圖性跟目的的問題 對 當它有被決定要被Archive 你就是要想辦法 然後就會一直 這就跟我們之前某一場 就是之前的那個 著作前那一場的 Metadata的Metadata 你只要創造Metadata 但創造出來的Metadata 也會有 其對意的Beta Data 對 好 那 大家事實上是這樣 好 那 在場的朋友還有 針對剛剛的內容 還有想要提問嗎 就算是剛剛回應的內容 也可以問 嗯 或者是你有什麼想要說的 想要分享也可以 嗯 對 謝謝 那如果是這樣 那我們今天就大概到這邊 那這邊稍微再預告一下 就是 我們這個系列的講座 我們今天結束之後 我們在下禮拜二 也會有 在下禮拜二也會有 那那個活動的資訊 會公告在 Wikidata Taiwan的粉專 跟 新樂園藝術空間的粉專 那大家可以再去follow一下 然後包含像是 我知道各位 有些人是從KKTIX那邊來的 那我們同樣也會公佈在KKTIX上面 那 非常感謝今天大家的參與 好那就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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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個是你們的家 對 這什麼 那這哪裡啊 這是什麼 我看到他見到 谢谢大家